李怀光前往追击 大获全胜 但是唐德宗听信谗言 竟对李怀光的功劳不屑一顾 所以李怀光一怒之下 联合了诸词一起反叛 所以这就应了前面那句话 掺枪雪中土 破贼还为贼 大家好 我是妮可感兴K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关于探索宇宙和未解之谜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咱当 以后呢 有精彩影片就不会再错过了 那我们开始正片吧 称曰 掺枪雪中土 破贼还为贼 夺夺李花飞 缔曰千大吉 画里面画了三个人 看见没 顺穿铠甲 指的是关中三杰 李熙烈 朱瓷和李怀光三个人 这当时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 我给你说一下 安史之乱一共八年了 这个非常旷日持久 所以安史之乱的平定 一半的功劳归于郭子怡 一半是由于贼众内部崩溃 纷纷投降 所以最终安史之乱才得以平复啊 那这个唐宿宗和唐代宗两位皇帝 急于安定人心 亦有贼将投降 即任命为各阵节度使 各阵各自为政 后来呢 各阵有叛乱的 朝廷也不敢问罪 于是啊 大家纷纷效仿 李唐政权 威严扫地 那到了唐德宗继位啊 这个当时各地叛乱不断 唐德宗被逼向东出逃 这就应了那句话啊 帝约迁大吉 就是往外迁了啊 还有这个天子蒙臣马首东 天子蒙臣的意思就是皇帝出逃啊 马首东就指的往东面逃 那大家看这句话啊 居然三节居关中 这三节指的是谁呢 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中三节啊 李希列 朱慈和李怀光 这三个人 虎聚关中 那后来呢 朱慈反叛 李怀光前往追击 大获全胜 但是唐德宗听信谗言啊 竟对李怀光的功劳不屑一顾 所以李怀光一怒之下 联合了朱慈一起反叛 所以这就应了前面那句话啊 掺枪雪中土 破贼还为贼 破完贼以后自己又去当贼 这个意思就是很明了了啊 那后来呢 大批的李氏子孙啊 纷纷反叛 正应了这句话啊 夺夺李花飞 这时候国家形势岌岌可畏 看下一句啊 孤君一住 安设计 内外能收首臂弓 指的是谁呢 指的就是幸好啊 有这个人叫李胜 这个人很厉害啊 李胜以孤君 收复京城 平乱 宝设计重安 好 我们来到第九项啊 这个第九项也是唐朝的最后一项啊 趁约飞白飞黑草头人出 借得一只满天飞雪 什么意思 飞白飞黑指的就是颜色啊 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 什么颜色呢 灰色 不是灰色 你得结合后面这一字啊 后面说的 飞白飞黑草头人出 这草头人出繁体字 哪一黄字也啊 看到没 是黄 黄指的是谁呢 黄指的就是黄朝 暗指的就是黄朝之乱啊 那借得一只满天飞雪 指的就是唐朝末年 黄朝起兵造反 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宋曰 万人头上起英雄 血染河川日色红 万人头上起英雄 繁体的万字 上半部 刚好就是少了两撇的黄字 所以万字头上 跟一人凑在一起 刚好得一黄字啊 这就应了前面那个 飞白飞黑草头人出 刚好指的就是同一个人啊 血染河川日色红 跟上面那个对的是一样的啊 满天飞雪 定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血染河川日色红 指的就是黄朝之乱啊 一束礼花都惨淡 指的就是李氏唐朝 七处已尽 那可怜覆朝一成空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朝呢指的就是黄朝啊 我们刚才说的 指的黄朝虽然起兵造反啊 但最终啊闹得一场空 后来这个黄朝的旧部啊 朱温 他建立了后梁 灭掉了李氏的唐朝 这什么意思呢 荡荡中原 墨浴八牛的意思是 弱大的中原 竟然抵挡不了八牛 八牛是什么意思呢 牛下面写一个八字 正好是一个珠字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雪无头啊 这个雪如果没有头 就把上面去掉的话 刚好是七敏的敏子 密水下敌的密 刚好是三点水一个日 所以这两个字足起来呢 刚好是温 那这个指的就是朱温 看一下宋曰 一后二主尽生辖 四海茫茫总一家 不但我生还杀我 回头还有礼而花 这什么意思呢 这指的是啊 你看第一句 一后二主尽生辖 生辖的意思就是归西啊 一后二主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和后 还有唐昭宗李业 还有唐哀帝李柱 指的是他们三个 那这件事说的就是 朱温先后杀害了和后 唐昭宗和唐哀帝 公元907年6月1号 灭掉了唐朝 建立了后梁 史称梁太祖 指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四海茫茫归于一家啊 不但我生还杀我 回头还有礼而花 指的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公元912年6月 朱温被其次子朱有归所杀 他就应了那句话 不但我生还杀我 就是你生的 还把你给干掉了 就这个意思 那晋王李存旭 为父李克用报仇 百战灭梁 建立后唐 史称后唐庄宗 那因为后唐呢 他们还姓李 所以就是应了那句话 回头还有礼而花 就说唐灭礼后 竟然回头还有礼而花 这个意思 那这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是发生什么呢 那前面我们提到了 黄朝起义嘛 黄朝 那朱温呢 就是黄朝的旧部 那在黄朝起义失败以后呢 朱温篡堂成功 但是很多藩镇均不承认后梁 晋王李克用发誓 兴富唐朝和后梁继续战斗 那后来呢 李克用战王 其子李存旭继任晋王 那为父报仇 屡败梁军 公元912年5月 梁太祖朱温兵败退回洛阳 那同年6月呢 朱温被其子朱有龟所杀 次年呢 这个朱有龟啊 也被禁军给灭掉了 那后来呢 梁太祖的第四个儿子 朱有珍 就在开封呢 继皇帝位 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梁墨帝 那大家看一下梁墨帝 这个墨子 指的是后梁最后一个皇帝吗 你名字都起得这么好了 那必须得顺了你的意啊 对吧 后来呢 晋王李存旭啊 为父报仇连战连结 最终于公元923年11月19日 攻克开封城 后梁灭亡 那梁墨帝朱有珍 自杀身亡 李存旭建立后堂 史称后堂庄宗 是这样一件事情 第十一项 趁约五人同补 非路非福 兼而言之喜怒哀乐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左边一个补 右边一个人 就是咱们说的从 从这个字啊 兼而言之 把这个言放在尖的左边 刚好就是一个繁体字的签 从签这两个字指的是谁呢 很明显了 从签指的就是灵人 郭从签啊 这个灵人指的就是唱歌跳舞的艺术家 非路非福很明显指的不是什么好事啊 是一场祸 喜怒哀乐指的就是郭从签 让李存旭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人生百态啊 喜怒哀乐让你体验一个遍 那这个预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后堂庄宗李存旭 被灵人郭从签所杀 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宋约 龙蛇相斗三十年 一日同光直上天 上得天堂好游戏 东兵百万入秦川 什么意思啊 这个龙蛇相斗三十年 一日同光直上天 指的就是李存旭早年十分英武啊 三十年来南征北战建立后堂 那可惜呢 后期堕落 宠信灵人郭从签 并且授予兵权 而后呢 郭从签率兵叛乱 将李存旭乱箭射杀 那这一天刚好就是同光 四年四月一号 刚好就应了那一句 一日同光直上天 直上天的意思就是 又归西了啊 那下一句就比较讽刺了 上得天堂好游戏 那指的就是李存旭啊 你不是宠幸灵人 谈吐享乐吗 那这下好了 你就去另一个世界 继续歌舞升平吧 指这个意思 那东兵百万入秦川 这很好理解啊 指的就是河东石敬堂 那举兵反叛 攻陷后堂属地 后堂灭亡 石敬堂呢建立了后晋 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当时这个历史事件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早年的李存旭啊 意气风发 连战连结 为父报仇 灭了后梁 那之后呢 这个唐庄宗李存旭啊 就日渐自大 宠幸宦官和灵人 疏远就将 各地部将起兵反叛 后唐大乱 那唐庄宗李存旭呢 派他的父亲 李克用的养子 李四元前往平叛 那平叛期间呢 李四元在石敬堂的策动下 反戈一击 调转兵风直取洛阳 灵人郭从谦 伺机起兵反叛 将唐庄宗李存旭 乱箭射杀 那史称 兴教门之变 然后呢 李四元既皇帝位 也就是我们所知的 后唐明宗 那李四元晚年呢 病重 他的儿子秦王李存荣 准备起兵攻入攻城 结果失败被杀 那李四元得知此事以后呢 大惊 然后直接就驾崩了 那由其子送往李存后 继其皇帝位 视为后唐闽帝 那闽帝继位以后呢 采用萧帆政策啊 那引起了李四元的养子 李从科的举兵反叛 那叛军攻入京师 闽帝被杀 那李从科继皇帝位 视为后唐末帝 哎 又一个末帝 大家看啊 这个末帝啊 这个名字就起得好 还是不能辜负了你啊 这个末帝呢 就和河东捷渡使石敬堂不和 石敬堂举兵反叛 联合契丹攻入洛阳 末帝自焚身亡 那后唐随即灭亡啊 后来呢 石敬堂就建立了后进 哎 是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 其实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呢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啊 早就是被安排好 那有一些能愧得天机的人呢 他知道剧本 你们看啊 这个中外历史上 出风头的 能掌握历史方向的 就那么一拨人 所以他们是已经被安排好的啊 定时定点 就是出来参演 那作为茫茫众生啊 云云众生 你们是没有这个上台表演的机会的 你们有的权利是看这场戏 但是没有办法演出啊 那你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有缘人啊 可以参透天机的话 顺势而为 像我开头就说了 如果你知道这个大势所在啊 你就顺天而为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呢 你就能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尽量去提升自己就好了啊 小兵小将 小兵小将 你们通过 虾兵血将 你们通过自身的努力 是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啊 但是你们想登上历史舞台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命数 但你们想登上历史舞台 去当这个嫩潮儿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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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提醒你 给你 我们 我们 걸